又传出有人在居家检疫期间四处乱跑 这次是一名来自澳门的学生 这个月6号来到台湾准备开学 但由于是从澳门来台 依照规定要居家检疫14天 但是他却在检疫期间疑似肚子饿 擅自外出买便当 防疫单位透过了手机定位发现 他擅离住所上门查访 但学生却矢口否认出门 让商长一度说正话 要他不要违反台湾的法律 商长村长连同警方通通来了 大阵仗上楼直奔学生宿舍 全院防疫警报响起 眼前这名穿着大红上衣的澳门学生 涉嫌在居家检疫期间违规怕怕燥 这是很奇怪 因为我首先有时候到他 出了就绪 他叫我老爸上回去 可是我在那个时间 我都没有出去 只是检疫人员出事掌握的时间 进行确认 没想到澳门学生 全盘否认 因为我们的监测系统 它显示说你的手机 离开你的定位细保点 我们相信我们的定位 你不要跟我们台湾的房源 第一个监控系统都一直跳出来 它已经违反了我们 居家检疫相关规定的一个 监测点 根据了解这名澳门学生 在台湾念书 6号当天来台准备开学 依规定得进行居家检疫 14天到2月20号 但这期间防疫人员 透过手机定位系统 却发现他屡屡 善离住所 查访当天学生正好在家 也否认曾有外出 是说谎还是系统出包 正要调查 若真趴趴走 老乱全台防疫 情节重大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道